下面咱继续 接下来咱们讲解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罗尹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你去图书馆会怎么找书 你绝对不会从第一个书架里边的第一排里边的第一本书开始找 你绝对不会这么多的 如果要是这么多了 那什么时候找完是吧 那你都把关这个干什么 都把关花都把关灯了 是不是有句话是吧 你再怎么找 你就算是慢慢的找快快的找 你最终的也是很难找出了这个书的 所以说图书馆里边王会告诉你 计算机相关的在这排是吧 然后文学相关的在那排 历史相关的在那排 和什么相关的在那排 你有真正的性的去找就快了 这是一个问题 再比如 对吗 你在去坐高铁的时候 坐过高铁吧 没坐过 你总坐过绿皮车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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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坐过什么 就是个例子吧 就是个例子 咱们去坐 我只是给你打个比方 咱们将来肯定是坐高铁 这是百分之百 是吧 咱中国现在发生这么快 绿皮车的时候 早晚又被淘汰了 早晚都要换成高铁 当全部都换成高铁的时候 说的之外一点 当咱们去候车厅 去等待上火车的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会看一个信息显示栏的一个大屏幕 你会显示告诉你 你是坐了哪趟车 比方说你是坐了高一高一 就是G一 还是坐的是G二 从北京来的这种 还是从北京到上海之间 就G一G二的这种 那么你想要坐这样的高铁 那么我应该去哪一个 这个叫做 那个叫什么呢 我那后车厅只有一个 简片口 对 简片口 我应该去哪一个简片口 我已经简片了 有那么多 我懂不能爱得外吗 这个车是不是G一的 这个简片口是不是G一 我不能这么外 我懂得了 我先去拿着我的那个火车 上个G一 我就看大屏幕 显示屏里边一G开头了 请问 我绝对不会看第一开车的 没错吧 第一开车的中国里边 就咱们现在头吗 你可能不知道 2011年左右就说呢 中国高铁开始火 对吧 那个时候开始出现 那个时候呢 说的是高铁 但是车呢 都是第一开头 叫做动车堵 只不过今天呢 比它变成了G 动车堵和高铁 车几乎是一样的 速度差不多 但是唯一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动车要比高铁慢 50公里每小时 所以说从北京到济南的高铁 一个半小时到济南 然后动车呢 是两个多小时到济南 就是省多少钱呢 将近六七十块钱 125到济南 一百七还是一百八 到底呢 这是动车高铁 一年的时候 确实实实 我们都在买动车 但是后来呢 动车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对呀 车是一样的车 凭什么让你付那么 很少的费用 然后就上了 就上了 那么现在都变成了高铁了 也就是说现在 当你去 比方说你去这个 红桥 红桥这个高铁站 你就坐车的时候 你一定是拿着你那个票 你是G开头的 还是D开头的 你找 我是G开头的 你找G开头的 你一G一开头的 你找G 后边是不是一开头的吧 你一次性就找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不从第一行开始看了 多么麻烦 那比如 比方说某一天 是吧 这个咱们大家也想 读一读 这个官场这个经验 比方说看要投票 是吧 咱们不是民意动化的吗 谁要是投票多 谁就怎么样 看看谁排的 谁投票多 谁投票少 往往投票完之后 是不是有可能按照 票数高于矮来看了吧 那你将来看的时候 你肯定不是爱的看 懂不懂呢 你看前面那个姓氏 看看我姓王 是吧 看姓王的 王王姓王的 怎么一个姓王的都没有 那完了 肯定就没有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去找一本书 甚至是去看一下 高铁的这个 灯车的这个情况 甚至是我在字典里边 真正的那个姓华字典 我去找个东西 请问 每次咱们在找东西的时候 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咱们先根据特殊的信息 来去找到一定的范围 再从这个范围里边 是不是快速的找数据吧 很粗粗的讲 如果你将来你的孩子 第一次用姓华字典 或者姓华词典 是吧 如果没有前面那个目录 没有M开头的在哪一样 是吧 没有那个偏盘在哪一样 你将来走不就很费劲了吗 是个道理吧 因此 什么叫做所以 所以听 一种特殊的文件 这种特殊的文件呢 虽然咱们看上去 是一种特殊文件 从来这个地方有点 这个搜索引擎里边呢 已经把你的锁引呢 已经放到了 你的数据表里边的一部分去了 所以说它不会单独成一个文件 如果是买AZAM的那个速度引擎呢 那么它将来确实实是单独的一个文件 简单言之 什么是作影 一种特殊的数据 或者说你存在文件里边 单独一个文件也好 存在表里边也行 反正都行 一种特殊的文件的数据结构 这个东西里边存着 都是其他真正数据的一个引用 这么说理解了吗 就简单言之 这个是个很庞大的数据 我在这呢 建一个小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存储的 以张开图的在哪 从这开始看 我又有一个东西 以理开图的 有可能从这看 你听懂我理解了吗 那么这不就相当于快了吗 要么是没有这样的小空间 没有这样的索引 那么你最终去搜索数据怎么做啊 便利 从前面等等等等过去 数据少还好 十个八个 一百个两百个 没有问题 一扎眼出来了 一千个一万个 甚至是十万百万 我告诉你 你从第一个便利到最后一个 是不是花费的时间 是不是相当长呀 那么最终的一个结论 索引是什么 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 你可以存储在文件上 也可以存储在 EnerDB的某个表上 这个东西 相当于存储了 你的数据库里边的某些真正 你想要的数据里边的一个引用 咱们原来Python里边 是不是经常说这个引用这个词语 如果你要是了解C++ 那直白的讲就是指针 那底层都是用C来做的 就是指针 但是你用引用来理解就行了 我这个地方定义的变量 你就把它想象成 某个地方定义的A 咱们Python里边的变量 是不是都是指向了某个地方 A指向这 你接下来根据A指向这 你去找的时候 很快就去找了 你又有一个B指向他 很快就去找这个 没有A没有B 就只能便利 所以说效率慢 那么这就是引用 通俗的讲 数据库的引用 就好比是一本书前面的目录 这么说理解了 请问咱们的新华词典 词典还是新华词典 到底叫词还是字呢 凡的今天基本都不用了 说得直白点 咱就我假如是新华词典了 新华词典 如果我没有前面的目录 请问我能不能找到 无非就是慢点 它里边不就是几百一二吗 我就从第一二翻 可以吧 凡的能找到 那么咱们有了前面的目录 请问他说了 以M开拓在哪 以偏旁谁开拓在哪 请问将来是不是这个哥们 是不是咱们走的时候 就很快走了吧 请问咱们是否意味着 咱们做的这个目录 越多越详细越好 新华词典本来就这么厚 前面就只有那么几页 请问是不是目录 他为什么在前面 没有写个一百页当的目录 你有啥用 你这不就相当于 这个方向不就变了吗 方向是错误的吗 你的目的是让这个引用 是不是相当于让这个目录 是不是来帮助你去找东西 而不是把所有的信息 是不是再记录一遍 所以说他们 引用 这边讲 就是需要 需要占用你的数据库 数据表里面的一部分空间 来存呢 是将来你某一个字段 他真正在哪个位置开始找 那么将来你去找的时候 效率就高了 效率就高了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这就是说音 说了这么一纳坨 还有什么用啊 来 光说没有用 对吧 看着 直接上代文 看完之后 你瞬间就懂了 创建一个特色表 这个表应该没问题吧 啥意思 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CREATE TABLE 创建了个表 叫TEST INDEX 它里边只有一个字段 叫做TITLE 这个字段的数据类型 是WASHER 是不是有10个吧 好了 那么这样来 看着 我把这个东西 复制一份 这个就没有必要 再想怎么办 这两个 这个中单 你有哪个都行 你有哪个都行 咱们SO TABLE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 当前是不是有这几张表 把这个沾填 好了 站在这 321 SO 可以看到 这个表 已经串成功了 接下来干什么呢 往里边扔1万条数据 怎么扔 把这个推出来 请问 这两个终端 这个终端和这个终端 是不是都是对应 同一条物版图了 那接下来 我在这个终端里边 把iPad3打开 干什么呢 把这一段代码 你再拿过去 把这一段代码拿过去 来 我就粘贴了 这段代码干了件什么事 你看 来看这个 这个结构更好看 我只是站过去 就不太好看了 看这什么意思 先 先连接数据扣 是吧 然后我觉得游标 这啥意思 写了1 后边有 除了1 后一个0之外 后边还有4个0 请问是不是10万 10万 Curses 游标的execute insert into 往这个表里边插入 哈 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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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说的这个程序呢 把它放到里面去 好了 接下来品转微粘贴 好了 这个很简单啊 把这个格式整理一下 那你我为什么不用那个机 editor 你现在是远程登录 他没有任何通知见面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只要是在见面通通都挂 你要切记啊 好了 过去 这个颜色你甭管它 你这个代码你只能看得懂 刚刚我给大家说的这个就可以了 听懂了吧 好了 程序慢含数 这个条件成功就掉慢含数 接下来往里面插十万条数据 好了 这种可以了吧 80301 走 看啊 干啥呢 正在插呢 插入多久呢 这个要看你的这个电脑的性能来看啊 我都很慢 你试试你的就知道了 先别说这个大话 哈哈哈 好了 那么插入完了吧 看着 so tipos 来 select count 星 啥意思 啊 是不是计算多少个 然后 test 下滑线 index 321 走 是十万个有了吧 来 你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查一查看啊 你这个地方 如果把这个count 星给它改成了星 意味着什么了 321 这就十万个 啊 这就是十万个 啊 网络翻 没了 因为我就 我这个中端的就只显示的某些历史记录 其他都没有 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 显示的对大的那个是哈 后边干五个九了吧 接下来我干什么呢 他们 你怎么验证出来 你加上多应就快 不加多应就慢了呢 数据反正有了 你不是觉得慢吗 你再把这个哥们给它十万 你试试啊 再给它一百万 你试试啊 你就出去充值钱 回来一百万就进去了 好了 接下来看这第一步 开启运行时间监设功能 在里边 敲键的功能 叫做set profile 其实是profile的这个单词 然后呢 profiling这个哥们啊 把这个东西拿过去看上 拽过去 这就干一件什么事呢 开启了你将来所有的操作的时间统计功能 把接下来的circle一句插进去 请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select信号 from test where title 等于哈 杠 5个9 是不是最后一条数据啊 是否意味着是最后一万条数据啊 我就故意的查第一万条数据啊 我把这个东西 我拿过去 来看着啊 粘贴啊 怎么粘不上呢 321 走 那么查这个社会语句 查完之后的时间是多少呢 so profiles 这个开启来 这个查看时间 好了 看着 粘贴 嗯 他为啥不让我粘呢 拷贝 粘 这是粘了一拖什么呢 好了 那这样吧 so profiles 走 打开 这是你执行的第多少个 就是序号 这是你刚执行的这个社会语句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时间 单位是秒 0.02秒 也就是说差不多 多少毫秒呢 这是 用了29毫秒吧 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秒 这个单位不是毫秒吧 是吧 毫秒 微秒 那秒 不都有吗 那在这个地方看啊 是他 你觉得快还是慢呢 你只有一个值的时候 你并不觉得快又慢 啊 他们看上照 我接下来干一件事情 为当前的这个表里边的这个字段 叫title字段 我重新建立一个索引 怎么建立索引呢 简单来说 create index 这是BB的语法 叫做建立索引 索引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这个title index 那么它和它是关联的是哪一个表里边的 哪一个字段呀 这个表的 这个字段 为了提高这个索引的性能 因此咱一般是这么多的 写上了title之后 你后面写了个括号 如果你 你关联的这个字段的类型是 读刷类型 就是卧插类型 或者是插类型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呢 就要写上它相对的数据的长度 如果要是普通的 像整数类型啊 一般的就共享 听懂意思了吧 如果这个title 是不是读书 因此咱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不是读书呀 test index 你看 对吧 它这个只有一个title 它是读书类型啊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就写上 不用小过岔 只写实就可以了 好了 把这句话筒吧 看清楚啊 create index 创建索引 创建这个索引 这名字叫它 那它和哪一个表里边 哪一个列 有关系 就是它了 看一下粘贴 为什么 这么过去呢 好了 三二一 走 创建完了 你想干啥呢 注意看 我把我刚刚select 新 from 什么什么 where 插情第一弯 推出数据 我在之前点 你看 三二一 走 然后我接下来 so 怎么着呢 profile 来 看吧 第一个 是咱们这会儿 执行的那个 这个 是咱们这会儿 执行这个 来 看时间 这个是0.029秒 这个是0.00059秒 请问已经将近差了 是不是两个数量几 你没发现 它的这个将来查询 是不是大大提升了 你现在才有10万条数据 如果要是有100万条数据 我告诉你 这个差距更大 能听得清楚了吧 数据越少 他们之间的差距越少 你有两条数据 你见所以吗 那不是闲的平时干了 你见所以吗 要是有2万条 200万条 2000万条 怎么 你们发现 建立所以 将来这个效率 确实实实的大大被提升 这就是所以的目的 所以 就是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 一种特殊的东西 存储的是你 每某一个特殊的列里面 相关信线 通过它 能够快速的找到 你将来想要的数据 这就是所以的目的 那这也就是所以 好 两分钟 咱们大家呢 试一把这个 体会一下 看什么 好 好 谢谢大家